这个问题师傅您好 我一直对削球的旋转不太懂 到底是反交削的转还是长交削的转 我经常拉不起对手反手反交削的球 能够说说他们的旋转吗 首先你要理解的是 反交削球它肯定削的是比长交要转一些 这个你要理解 长交一般在削球当中是放在反手 它主要是好控制旋转 因为削球你用反交去削的话 对方拉得比较冲的球 是吧你很难削得住 所以你看到削球运动员 一般就是反手长交或者反手伸交 然后正手反交正手用来进攻 抢拉抢冲是吧 反手用来控制旋转 所以一般就是颗粒交的话 对方拉过来我削过去 它不会很转 但是它会改变球的旋转 比如说我是用长交的 对方拉的前冲 我会拍面比较力的去削 对吧 削过去的球会有一点下沉 所以你在跟削球 如果是颗粒交的 打颗粒交的话 那你要注意 这个对旋转的判断一定要准确 如果说对手是用反交来削的话 那你记住 你拉得很转的情况下 它削过来的球也会更转 那这个时候你不要强行的去拉 对吧 你可能去控个短 你搓一板都可以 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动作 这是直拍很打是吧 打直拍很打的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问题 大家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打球的时候 这个拍面压得很死 发现没有 基本上就成40度到30度左右了 然后整个手腕甩的特别多 对吧 它拍面完全是立不起来 这跟它握拍有关系 因为这个视频拍的有点模糊 是吧 然后又在晃 又这么远 看得不太清楚啊 但可以看出来 它的握拍肯定是有问题的 后面的三个手指没有 没有把这个拍面给支撑起来 是吧 拍面压得非常的低 那这种球你很很难控制弧线 然后整个机球的过程当中呢 手腕还在甩 啊 这个拍面越打越低 是吧 控制的弧线非常不好 所以首先握拍方面要调整 把拍面保持在65度左右 然后呢 手指支撑起来一点 你看你的拍子捏得很松 你发现没有 你大拇指和食指贴得很紧 后面的手指捏得很松 盖着拍的打 啊 这肯定是不行的 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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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